今晚,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,带来的全新音乐会得意的一天,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,陪北京观众跨年。 本场音乐会演出由运营品牌爱乐会策划,共分四幕,会带来合唱团的多首经典曲目,第一幕是两组法国相送,第二幕流行作品《亲亲我,我的小猫咪和从前吗》,第三幕《白马村牛记套曲》是合唱团艺术总监金城志的新作,第四幕反场的曲目还在保密中,得意源自成员周六变身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, 成立于2010年,他们既是合唱神曲的开创者,也是严肃音乐的捍卫者,合唱团自成立以来至今,由青年词曲作家,青年指挥家金城志,担任艺术总监,把造画随顺,风打之城作为团训,目前合唱团现任团员六十人,周一至周五,他们拥有各自的角色,高中生,律师,人类学研究者,美食博主,程序员, 有儿园老师,音乐教育者,银行职员,但周六晚上,大家去掉所有身份,聚在一起,以匠人精神打磨每首作品的一切细节,这次演出为何取名为得意的一天,金城志曾这样解释, 这群人有着自己十分清楚的人生轨迹,并在每周六的晚上来一个大转弯,我们碰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新屋种,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来回飞行,什么叫得意? 这就叫得意,这次在北京的跨年演出中,他们也想把这种得意的心情传递给观众,和唱团如何走红网络。 2016年1月9日,在上海贺绿厅音乐厅举行的双城际崔薇金城志作品专场音乐会上,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该场音乐会上演唱了至冬天, 老师,我想对你说,泽雅吉等多首曲目,其中正经合唱团偶尔搞笑的反场曲目,张世潮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? 下称要是,因庄严肃目的音乐形式配上搞笑的,生活化的歌词,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。 在这之后,合唱团将这场音乐会的现场视频在网络上发布,立刻引起众多网友关注,要是也被称为开年第一神曲。 从此,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,走进了大众视野。 这首现象级作品要是,也成为很多人关注,喜爱合唱艺术的开始。 随后,感觉身体被掏空,春节自救至男,外婆,我喜欢告别时刻,水库等多首现象级的合唱作品,在音乐会中上演,并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。 反场爆款区暂时保密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十分丰富。 第一幕的两组法国相颂,分别来自法国印象主义大师德标西和拉威尔,相颂是法语世俗歌曲的意思。 歌词甜美欢快,2017年也正是拉威尔去世80周年,彩虹合唱团已清新,典雅的相颂来致敬大师。 音乐会的第二幕是两首流行作品《心情我,我的小猫咪》和《从前吗?》,这两首作品大家都比较熟悉。 前者,由金城志作词作曲,后者是音乐人刘虎以为沐昕的诗谱曲而成。 第三幕的作品《百马村游记套曲》,是本场音乐会的重点曲目。 整个作品分为荣树竹马渡口、灯花等七个乐章,内容完整丰富,带有让观众身临其境的真气感。 每次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演出,返场环节是最温馨、最热闹的。 在北京音乐厅的这场跨年也不例外,目前,繁唱的曲目还在保密中,但肯定是观众喜欢听的经典爆款。 新曲是目前最满意作品《百马村游记套曲金城志》,创作于今年下半年,称它是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作品,也是写到现在觉得,最能够跟观众有亲近感的一套套曲。 11月24日,金城志在完成《百马村游记》后对网友说,遗憾肯定有,但更多的是期待,和洛霞集不同,这次采用的是超级亲民的音乐表述。 上次聊天,薛英哥觉得这套作品太浅显易懂了,观众可能因为突然碰到好懂的音乐,而觉得我俗气,我说怎么可能,我们的观众跟我一样,都是大傻子,我们就管好不好听。 严肃音乐也是彩虹和唱团坚持追求的,与此前清冷克制的泽雅吉,和充满隐喻的《洛霞集》相比,《百马村游记》则是最没有距离感的一部作品,主人公初进《百马村》,他以客体的角度看待周遭的乡民风俗,以及过去的自己,忽而回忆涌上心头,他可以被看作是泽雅吉的姐妹片,但是比泽雅吉的音乐更加多变,技法也较为丰富。 Tips 跟交响乐团一起跨年,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月1日,爱乐会维也纳多脑和爱乐乐团,2018北京新年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,这场音乐会由爱乐会策划引进,将由著名指挥家尼古拉朱利亚尼职棒,尼古拉朱利亚尼曾指挥众多交响乐团, 比如布加勒斯特恩奈斯库爱乐乐团,莫斯科广播交响乐团,圣彼得堡广播电视交响乐团等,他这次指挥的维也纳多脑和爱乐乐团一高超的技术,丰富的音色,细腻的表现,和谐的演奏。 而著称,乐团由最初成立的60人规模发展至今总员过百人,编制由大型交响乐团,只是内乐的不同组合划分,乐团的成员都选拔自毕业于世界著名音乐学府,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曾经获得国际性知名音乐比赛的奖项,采写《新京报》记者田超主办方案。